在我的老家德国Uberkuchen 有一家非常厉害的企业 很多人就算没有接触过这家公司的产品 也听说过这家公司的名号 它就是大名鼎鼎的光学与光电行业制造大厂 ZEISS 有很多很著名的电影 都是用ZEISS的镜头拍的 而且现在你们也可以在手机里找到ZEISS的技术 哇 你们看这个灯光的效果特别好 这就是一个古典的目标 大家好 我是阿富 作为一位视频博主 相机是我们最重要的设备之一 拥有一颗高品质的镜头 是我们每次拍摄记录的保障 历史上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Armström 他当时用的镜头就是ZEISS庇物馆镜头 那今天我特别幸运受到了ZEISS总部的邀请 可以来参观他们的博物馆和实验室 而且我还得到了独驾拍摄的允许 要是你们要提高你们拍照或者拍视频的质量 你们这次视频一定要看到最后 今天我约了Oliva和Marisa给我们看看他们的时间 我的名字是Marisa 我现在从网络的照片和写方案里面 我们希望我们这里 我们可以来 欢迎来 老虎 我是Oliva 现在我现在在资格志杰时35岁 我现在在资格志杰时用电影栏工作室 ZEISS是非常典型的德国公司 Kal-ZEISS是116年出生的 然后他30岁的时候 创立了这家公司就146年 所以他们已经有超过176年的历史 那我们今天第一站就是他们这里的博物馆 然后我们有一个专属的领导 他希望也可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里的历史 还有这里有哪些产品 alles好吗 是的 完全不错的说法 alles不错 我叫 Silke 我拥有5年纪录的ZEISS MUSEUM的Optics 我真的非常喜欢它 起来是一种很小的微型的Mikroskop 1846、47年他建立了 1912年有第一个录音Gläser的ZEISS 这些录音Gläser都已经有一个焦点 这个锤子也是代表德国制造的质量 因为当时Kalzeis他看到一些他的员工做的这个lens不好 他就拿这个锤子把它吹坏 现在我们要看看我最感兴趣的一个产品类型 就是跟摄影跟摄像还有手机有关系的 1890年转了 ZEISS MUSEUM的GESH 最后一开始很快的 很快的 三个非常非常优优独的 Objektiv-Design 一马 Brutal 一马 Planner 和 TESA 这应该是最早的最新建设计则 这应该是最新建设计的 KON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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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开始了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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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電視臺上的臺盤 在台灣有意思的組織 對 但我不敢說 下一輪就有意思, Roger,他們可以多說 還未來我們有通關於戰鬥 發展對方式工具, 既成在拍攝部署 lange上 對應有 Cand, 甚至有一個兔的兔 會更好的 我們實在很羨慕 這是這扣X60ProPlus 我还带到X90 Pro Plus 这个是最新款的X90 Pro Plus 然后它已经有四个镜头了 在这里看到这个蔡思的logo 你们就知道 这个是Vivo和蔡思核做的产品 我刚才已经跟你们说了 有很多很著名的电影 都是用蔡思的镜头拍的 他们的生产部的领导 就是Yosef 我就是Yosef 我们是由这种製作业 我和兽机研究音 做的兽机发 他们是重心的 如果提到王者的任期操作业人的话 过来 没有那个写真啊 arbeiten此影片也 Có个事 我利用了几个写真 那是有些写真公司的生产 都会有多年的kanane 有韩式的影子 前提到,那是呦能力的 因为我们给产生电影的影响 当我们和拿来的照片 这个电影 大家应该知道的 也就是角色的 一旦来自身产 《Pro birds said that we had to we in the empire》 我们现在要进去看这些电影的镜头是怎么生产的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那个叫做银片 不然我们这里所说的垢 这就是水平坡 垢是水平坡的水平坡 中的水平坡 这中处会这样 알 round的水平坡 所以我们在这边甚至完全没有看到 這問題是最終的,如果所有的內容都組成的, 可以在調査部份上, 可以有一個彩制的炸彈, 然後我們會再次建立它 現在問一下, 有一個大問題之間是 路上的一種意義, 我現在用一個與電影的影響 它會在調査措施機的 它沒有自行的電影機? 沒有,它會有所謂的 電影機構來電影機構, 電影機構成功, 電影機構成功, 所以你们看到这些彩色的电影镜头大部分都很昂贵 同样的价钱在德国可以买一辆小汽车了 所以他们对质量的要求非常的高 因为客户花这么多钱买个镜头肯定要拿到最好的 现在我们要来到我最期待的一个部门 那就是他们的影像测试实验室 在这里上班了多久 我来德国已经五年多了 然后觉得怎么样 觉得在这边的生活挺适应的 你不觉得很无聊吗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 就是你们跟Vivo一起做手机的摄像机 然后在这里你们就会 做一些认证的工作 其中一个环节就是Cutter 90多种颜色在上面 通过就是用手机拍摄很多张照片 5000张照片 对它在各种条件下进行测试 看到在这种条件的话就会模仿室内的 这样还是很好的 对这个很好的 因为它手机里面有一些算法 会补偿这个明暗的这种颜色的区别 这就是这样的第二种项目 如果我们已经有些颜色的颜色 如果我们已经有些颜色的颜色 我们已经有些颜色的颜色 我们也要看看 如果我们已经有些颜色的颜色 我们也要有些颜色的颜色 我们已经有些颜色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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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没有与一动赶 Mus上这种颜色 我们有些颜色和颜色的颜色 VivoVvidColor 大概是这样是一个颜色的颜色 像是一种颜色色的颜色 像是一种颜色的颜色 还是一种颜色的颜色 是一种颜色的颜色 这是一个半个分析相片的 regard 但是我最终的一样 但我相信这种相片我一会 后一天后来我看这个相片 像个项目标记 这样的形象 所以说我现在已经有着特色 这个是因为这个设计的 现在他们要用手机里的相机 复刻一下蔡四镜头的虚化效果 你们看看怎么样 哇你们看这个效果棒不棒 哇你们看这个灯光的效果特别好 你们看这个区别没有这个 这个很明显 然后这个就完全看不出了 你看这里肉眼都能看得出 它就是反光很厉害没有这个 coating 然后这个就是很干净很清晰 你们看反光这个灯都能看得出 2-3gradeKippung 以後面有了 如果有有冬物或是一建议 那第三个 非常重要的是 你需要一点 操作 要什么 像是在意义上的 我看看 好嘞,今天在《猜思》的一天结束了 我要再跟你们强调一下 今天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 我们刚刚看到的电影镜头制作 很少允许别人在里面进行拍摄 还有影像试验师也很特别 我是第一个能进去拍摄的视频博主 看到这里你们记得要给我们点个赞 因为我觉得Vivo和蔡茨这个合作非常棒 我今天也学到了很多关于电影 关于镜头 关于镜片的一些新的知识 谢谢你让我们参加 我希望我们能够给我们的观看 我们的合作是一种一样的 我觉得大家可以在这边的观看 我真的认为我们在未来 我们在未来的照片和非常简单 我们在未来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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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在未来的照片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记得在下面六个言 你们有没有在日常中用过蔡茨的产品 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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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